头版头条 记得西门町用会晤泼洒 引发众怒的强术高中诚信 以及曾信学生 昨天傍晚 由妈妈的陪同之下 来下跪道歉 其中陈同学虽然是有学籍 但是在家自学 她也发誓以后不会再犯了 而曾信学生则是说 事发之后被大家给指责 内心相当痛苦 说完也就一起下跪认错 两个学生都说 只是因为好玩 觉得皆有好欺负 应该不会怎么样 结果没想到 引发了轩然大波 我们再来看到 今天苹果日报头版头条 这两名二少呢 对露宿街头的街友 泼洒会晤 引起了全民踏发 而昨天您看到画面当中 这泼洒会晤的两个男生 他们在母亲陪同之下 有另一名三十岁的 真心男子到警察局应讯 随后呢 他们说二度当众下跪 并且磕头道歉 陈妈妈呢 更是哽咽说 没有把孩子交好 也哭着说 身为家长 内心煎熬 痛苦万分 双气下跪 双手暗地 波灰雾事件爆发 两名少年躲了一天 才出面 我们不该就是对游民 做这样伤害他们的事情 那我们就经过这次的事情 我们不经一致不长一致 我们真的会好好反省 然后我们也感到相当的惭愧 为什么会出出这样 愚蠢的事情 真的对这件事情 真的很抱歉 我们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 我为我们的行为 真的感到非常抱歉 戴口罩 刻意不戴帽子 紧抓在手中 为了展现诚意 镜头前低头认错 一旁全信少年的妈妈 陪着孩子道歉 90度飓风 足足12秒才抬起头 未能好好的照料 生于家长的我 内心煎熬 痛苦万分 孩子闯到祸 闹上新闻版面 道歉声明 自自全痛 十一号新闻爆发后 两名当事人 省影快24小时 警方连番发出通知 最后通牒 差点居提 十二号傍晚 最后关头才到案 母亲节前夕 让妈妈被迫出面 承担一切过错 想让妈妈的心 让妈妈过了 最沉痛 最心痛的母亲节 更让自己 为离谱行径付出代价 这位新闻 陈嘉专家 中文讲SNG小组 开闭吧